在家裡應該他是有自己的想法跟主見 他要帶領這個家庭嘛 對不對 然後他要幫助這個家庭 像剛剛羅姨姐講說 我為什麼這樣穿 那個不是韋琳的意思 為什麼 因為我這樣穿他也喜歡嘛 我最主要表現我自己就好了嘛 對不對 不是 大男人基本上你就說 在家裡都是你做主 不用做事的是不是 你今天早上有沒有幫韋琳洗狗啊 不是 洗狗我沒有幫他洗狗 你說有沒有 我沒有幫他洗狗 你Facebook有沒有PO 不是洗狗 有沒有PO 洗頭 洗頭 有沒有洗過頭 洗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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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大男人應該做的行為嗎 不應該 所以你就不是大男人 不是 羅姊我們要有大男人的這個 定義是定義 智慧 對 跟這個想法 你給他難看就好了 但是我們要有小男人的態度 因為你心裡這樣想 那我們讓你先講 小男人有什麼好 一鳴歌整個表現 他整個就是活生生 大男人不問錯這件事情 就很糟糕 沒錯 太糟糕了 你要解釋清楚什麼地方 比如說 我自己遇到寫靈靈的例子 是這樣子的 就是我曾經交往過的某一任男友 他的狀況是這樣 就是他因為工作上某些事情 他遇到一些瓶頸 他就想聽聽身邊的意見 沒錯 我就突然覺得 哇 這個大男人居然想要去 去聽跑面的意見 我覺得 好開心喔 好 那我就也信高采烈的 就幫了給了一點點的 就是我的想法 我的看法 我覺得怎麼樣 可能會婉轉一點 好一點 他聽了也不錯 好 就照著去做了 可是因為他大男人 他從來沒有跟人家軟化過 或者是說 他沒有用過一個 比較軟 比較軟硬低姿態的方式 跟人家講話 所以我們傳達的意思 在他傳達出去 完全不一樣 他又變成了他高姿態的一個狀況 然後去跟人家談事情 那人家怎麼可能會接受 所以結果又是不好的 他又回頭來怪我們說 你們怎麼會出這種收主意 可是我們當初講的時候 是很對的 我們的定義什麼 都是好的 然後開始我們在講說 不是我們的意思是什麼什麼 他開始執著於什麼 我比你大 我出生會比你早 你用這種態度跟我講話 我說 怎麼變成態度問題 結果你知道 大男人就死不認錯 他不管他是不是聽錯 用錯方法 他到最後去吹毛求疵的說 是你跟我講話態度問題 死不認錯 大男人有死不認錯嗎 是不認錯 其實不是 你看其實不是 就是死不認錯 就是不認錯 OK 其實我覺得大男人跟小男人 都不是重點 重點是我們看結果嘛 好不好 看 我跟我太太嘛 舉例 以前呢 其實我進了演藝圈 我後來呢 我認識我太太的時候 她那時候也是模特兒 我就跟她講說 我們兩個呢 不太適合兩個同時在演藝圈 一定要有一個人 在後面支持做這個事情 你說是不是大男人 是 但結果是什麼呢 結果是後來她就接受這個建議 那我就跟她結婚 我覺得賺錢是男人的事嘛 養家也是男人的事嘛 那你現在為什麼 我也應該出來泡河路 那你幹什麼 我解釋給你聽 後來是為什麼呢 我們孩子也生了 家庭也幸福美滿 我覺得一個女人呢 生了孩子 不能一直只在家裡相夫教子 洗衣燒飯煮菜 她還是要有自己的世界跟天空 她也完成了她該做的責任跟衣物 她要出來看一看 而且是我鼓勵她出來 欸 她就出來了 她出來表現也不錯 而且 我們也沒有因為她出來 後來也出了名 好像婚姻不幸福 還是很好為什麼 因為她知道那個順序 她也知道說 她至少也會出來出名 也是 我們要說 因為大哥在嘛 那大哥可能不如當年 但是 還是有時候 沒有想到我們這些 綜藝界的大哥 當然是送一名 我不是說我 我不是說我 沒有沒有 我說了 我說了 我說了大哥 現在已經到天上去了 你知道我說哪一位嗎 那大男人就是 你第一個 你讓女人有依靠嘛 對不對 為什麼 因為女人本來就比男人弱嘛 對不對 東西 家裡的東西一定是我們搬 遇到什麼事情 你看那個公獅子 平常都不打獵的 躺在那邊一直吃東西 母獅子在那邊打獵 可是真的有敵人來的時候 公獅子就要站出去什麼 保護家庭嘛 我告訴你啊 說實在的 我們在上海生活那麼多年 你們換手了 沒有沒有沒有 助攻助攻 我們兩個是一體的 我們在上海生活那麼多年 我說實在的 你說上海男人好不好 上海男人好都不得了 哪裡 我認識好多大老闆你知道嗎 多好 每次到四、五、五、六點的時候 他就跟我講說 蘿姐 我要先告辭了 我說幹嘛 我要回家去買菜燒飯 我等一下我兒子放學了 我老婆在家裡等我吃 我說你老婆在家裡不會燒飯給你吃 我們上海男人 大部分都是我們上海男人燒飯 帶孩子 還要賺錢養家 太太就是供在家裡 好好的供在 漂漂亮亮的就好了 哇 有沒有 有沒有大老闆喔 人家是有幾十億個 幾十個億的身材喔 我可以馬上推翻你這個說法喔 大老闆沒有問題 你怎麼可以推翻我的說法喔 為什麼應該這樣講 你們這些女人 人家小男人家裡管理的不好嗎 不是老闆的一個寵物 或是一個裝飾品 你要有你自己的生活嘛 如果你今天只是她一個裝飾品 那基本上你永遠只是她的附屬 你不要打扮漂亮 打扮漂亮是你的權利 也是你的義務 但是你要走出去 而不是在家裡裝給老公看 你錯了 老婆在家裡等老公吃飯 是老婆出去遊玩回來 老公燒飯吃 而不是老婆每天坐在家裡 在那邊等老公回來而已 台灣又沒有這種上海男人 所以我就說上海小男人好啊 上海人家都說小男人小男人啊 這麼好 所以你看小男人好不好 是不是 先錄完吧 以一個中間的立場 我也覺得這樣比較起來 我選小男人 當然 問一下 就是說 大男人的這種 被人家質疑說不尊重女生 你們怎麼解釋 我應該講 我覺得應該算是 不是不尊重 應該是有階段性 因為有的時候 尊重很有階段性 分階段 不是 就像我那天 像你跟你哥哥穿胞胎 所以你們兩個個性 我弟也沒有哥哥 你弟弟你們兩個個性 一定是很相像的 買了一支笛子 買了一支笛子 買了一支 那是我弟 幫兒子去買了一支笛子 是 在路邊停車 全家要聽他吹那個 哇 五音不全的笛子 然後吹了半天 大家還說那首歌什麼歌啊 硬要路邊停車 叫全家人聽完才要開車走 對這很好啊 這什麼大男人 到底凍死兄弟有多大男人 一心達明 竟然把車停路邊 聽全家人聽他吹鼻子 神經病 這什麼問題 你覺得這個行為很可愛嗎 我覺得很可愛 因為平常可能 換手 Junior 我實在是很不喜歡這種爭吵的場合 對 我覺得小男人是不吵架的 對 安全 其實我覺得就像一鳴哥說的 大男人其實也會尊重女性 只是不是看 是看狀況 看世界 但是一般我們都會覺得 大男人有肩膀 然後遇到什麼事情就是站出去 反而這個時候 你叫全家人就是聽我吹笛子 什麼特別可愛 可是問題是他吹得很難聽 又五吟不全 大男人有什麼好 小男人有什麼好 先各自闡述 好不好 小男人有什麼好 像有些大男生我遇過很多 他會在外面 他會跟他女朋友吵架 或是跟老婆 常常會是叫老婆做什麼 然後兩個都沒有爭執 可是我覺得小男人不是說 沒有主見或什麼 他只是覺得省掉這個過程 如果他的女人很有想法 想做什麼 他乾脆就 你想這樣做 那就照你的意思吧 因為女孩子常常 我舉例 買餐 在家裡面挑餐桌好了 比如買家具 你買一張桌子 男生覺得好看 女生不一定覺得好看 可是我覺得男生是可以 我覺得不好看 可是我看久了 我能用就好 可是基本上女孩子會 他覺得不好看了 他會 那你要這麼麻煩的事情 那你乾脆就好吧 那就照你的意思來 處理這個狀況 Junior Junior 這個就是尊重 不是不是 是這樣子 但是 是這樣子 看事情 沒有沒有 看事情 看事情 可能你是這樣 可是我遇到的是 客氣一點 太懷疑了 不是 Face 這個很重要 我跟你說 就是 就像剛剛雨柔講 訂餐廳也是這樣 可能我拍戲完 我覺得好累喔 然後我要去吃什麼 就在夜市 我就已經很明白的說 你決定要吃什麼吧 好啊好啊 可是他還是希望說 你來決定吧 你比較餓 但是其實如果我當下說 你決定 你就是要馬上決定 然後決定不了 然後可能我們就會有些爭執 可是小男人會做一個動作 讓我覺得 我好像在欺負他 就好走走走了 可是小男人就會演一種戲嘛 就在後面這樣 就默默地跟在你後面 我就心裡想說 我又沒有欺負你 你為什麼要演這個戲嘛 就會這樣默默地 然後大家都在看 我就覺得說 我也沒欺負你 而且我們只是在溝通 可是小男人 所以你為什麼要這樣欺負小男人 我沒有講 喔 不是他 小青哥是大男人 喔喔喔 他是大男人 他很大男人 他很大男人 就是 小男人 大男人都有交往過 可是小男人就會讓我覺得 沒有主見跟有些時候的 意見表達沒有這麼的清楚 讓我覺得很難去依賴他 了解 不是 小男人不是沒有主見 小男人是因為希望讓你開心 你選什麼他都可以配合 是 我覺得選餐廳這個事情我要講一下 選餐廳是一個最容易發生狀況 因為女孩子永遠都是這樣 因為那他想吃什麼 他會說 隨便你看你想吃什麼 然後你就開10個餐廳出來 他10個都不要 然後到最後你的處理方式 可是大男人可能會覺得就是 很多大男人的確像剛剛講就是 反正跟我吃什麼就吃什麼 可是在我的角度我會覺得就是 其實我挑那麼多出來 我也知道你要吃的大概會是什麼 我只是給你一個選擇 那到最後就是 其實我最後還是覺得 你要吃什麼就吃什麼 然後可是 你剛才說小男生會在旁邊 跟著這樣 其實不會 像我就會說 好你決定了 不改了是不是 那我們走 然後如果到那邊他又要換 其實我心裡面會 男生不管怎樣都會不耐煩 但沒辦法女人是善病的 可是 沒有沒有 可是 其實我告訴你 在這個方面 我碰到一個很棒的小男人 因為我們常常會去吃的餐廳 大概不外乎就是那10幾20家 對 對不對 所以每次出門的時候 大家都沒有辦法決定 今天要去吃哪一家 就算你是大男人 你有的時候也很難決定 我們的小朋友小男人 他們就很聰明 他把我們吃的那幾家餐廳 全部做成紙條 然後被做成籤 然後放在一個桶子裡面 每次我們決定不了吃什麼的話 不是他去抓 就是我去抓 抓出來 我們就去吃那一家 你說小男人可不可愛 真的不可愛 我確實給他 真好我 你好小娘喔 我確實講 你現在講的是吃飯 我吃飯我隨便你 但是萬一你要買房子 你可以把它做成抽籤 你還抽嗎 比如說我有一個朋友 你看這個大男人就很糟糕 我今天講吃的 他就硬要扯到買房子去 我跟你講這真的有實力 你騙我一個朋友 我今天講 我也講過一個小男人 他買了房子去吃飯 別讓我做 別讓我做 別讓我去吃飯 怎麼樣